如果你不做一些什麼事情 你可能不要到七十歲剩五十趴 你可能到五十歲就剩下五十趴了 到七十歲就會開始 老人咳 有的人說話說兩句 就是少了 我就這樣 然後那個 根姐 你有沒有什麼平常做一些 這個喉嚨保養的 有喔 你做什麼 我朋友介紹我吃那個 什麼 什麼果青王 果青王他來賓就是那個 酪梨果啊 感覺哇 整個那個 整個嘴巴裡面就感覺好 那個泉水一直 嘴巴一直跑出來 那種感覺就 好像已經喝過水一樣 感覺你的嘴巴整個都這樣 巴巴這種感覺很好 一百多年來在東南亞 像那個大溪地 菲律賓 台灣也有 經過發酵之後就會產生這個SOD 專門來清廢 排廢 把這些廢物累積的毒素給排掉 台灣有一個 諾栗果之父蔡正宗博士 然後研究了多久呢 研究了十年 然後研究出說 原來我們台灣的這個 諾栗果呢 這麼小一顆 竟然是全世界 包括大溪地 這個菲律賓的 76倍的這個強度 所以進而來做發酵 但它發酵也花了十年的時間 總會研究出有十二道的這個專利 就是直接只要含到嘴巴 是 吃起來 已經把它咬 酸酸 稍微涼涼 甜甜 很好吃 你把它咬開就要含著 要含著 口感極好 我覺得我口水好像太多的感覺 然後 有一點點 深深甜甜的 對 可是它不會太甜 抽二手菸的人 真的啊 有時候你在屋簷下走過去 就是抽二手菸 二手菸是比一手菸還毒的 對 二手菸 再來 媽媽廚房有菸 你看廚房這一塊 是很大的高危險群 當然PM2.5 這一定是夾雜的 因為台灣海島型氣候 然後再加上我們就是工業 北中南東工業大國 騎摩托車的人 真的要特別注意 然後再來 高壓族群 不喝水 然後不睡覺 身體的這個高壓的狀況 也會使它的老化速度變快 當然 高壓之後睡眠不好 免疫低落的人都很適合 如果你常常會覺得說 你的喉嚨卡卡的 然後會乾癢 甚至於有時候 會像我們大家一樣 就是當你喉嚨覺得怪怪的時候 你不妨給自己一個機會 可以稍微試一下 來感覺一下 國青皇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我們更重要的是要希望大家 真的平常要做好保養 這樣子呢 你其他疾病 就不會來找你了